寻防舰一般指护卫舰 是以导弹、舰炮、深水炸弹以及反潜鱼雷为主要武器的轻型水面战斗舰艇 它的主要任务是为舰艇编队负担反潜、护航、巡逻、侦察、支援登陆作战 以及提供舰载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 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一样 它也是一种传统的海军舰种 是当代世界各国建造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参战机会最多的一种中型水面舰体 2020年6月2日 台湾4000吨级巡防舰首舰嘉义舰与高雄举行了下船仪式 未来有了嘉义舰的加入 台海巡署在执行查机走私 海上巡逻以及协助救援的任务时 能够更加顺利安全 为海巡带来更加坚强的力量 也为台湾海上医疗救援能力翻开新的一页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海巡署4000吨级巡防舰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不妨点个订阅 既可以查看网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内容 近些年来 台湾推出了扩充海军军备计划 其中也兼顾了海巡署 所谓海巡署 其实就是台湾的海岸警卫队 是一支海岸及海洋巡法及巡防救难的单位 总体来说 海巡署更像是以前的水上警察 负责集司 禁毒 巡航等任务 他们并不属于台湾海军管辖 但在必要时候 海巡署也可以变为军事单位 从事军事作战 台湾岛虽然四面环海 但是台湾地区海巡署一直规模比较小 在2010年以前 台湾海巡署虽然规模不大 但是任务却特别多 并且舰船小而杂论 缺乏航空飞行系和大型舰船 因此在调度和应对周边海巡时候 往往会捉襟见着 在2010年 台湾制定了强化海巡边桩发展方案 简化了舰艇规格 增加了飞行器材 并且建造了四艘 1000吨级的中型巡防舰船 从此 台湾海巡署地位开始上升 可以使用的巡逻舰船也多了不少 太平岛目前就海巡署管理 截至2016年10月1日为止 台湾海巡署服役中的舰艇 100吨级以上的巡防舰 共20艘 100吨级以上的巡护船 共5艘 100吨级以下的巡防艇 共146艘 并拥有3艘搜救艇 及4艘储物船 总服役舰船共178艘 客观而言 海巡署实力并不算重 可执行这么多准军事任务 多年前 台军就提议 将海巡署的船只进行大规模升级 成为所谓的第二海军 只是因为经费不足 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 2017年 台湾提出了国舰国造计划 2018年1月21日 台湾海巡署编列筹舰海巡舰艇发展计划 规划十年内建造141艘全新巡防舰艇 而海巡署现役的巡防舰艇也才178艘 根据计划 差不多是全部换了一遍 可见台湾对于海巡署的重视程度 141艘全新巡防舰艇 包括4艘4000吨级巡防舰 6艘1000吨级巡防舰 12艘600吨级巡防舰 17艘100吨级巡防舰 以及52艘35吨级巡防艇 沿岸多功能艇50艘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舰船在必要时 可以被改装为导弹护航舰 导弹艇或者布雷舰 执行军事任务 据指出 海巡署4000吨级巡防舰 是参考的台军新一代导弹巡防舰 规划机程在2020年底前 就可以完成交舰 同级舰共建造4艘 首舰命名为嘉义舰 弦号CG5001 于2019年委托意大利 分砍地理公司设计 以WARD7125型巡防舰船型 作为设计基础 再按照海巡署的任务需求 修正调整 于2020年6月2日下水 蔡英文曾在交船典礼上指出 本月两次倒台船举行典礼 第一次是海军万吨级 新型两栖船物下水 第二次是嘉义舰交船 连续两次的第一 代表着政府有信心落实 国建国造 强国国防自主的政策 经过了10个月的测试 已于2021年4月29日服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4000吨级是原本规划的吨位 后来因为设计 于建造过程中 将吨位增加到了5044吨 舰船全超125米 宽16.5米 吃水4.7米 动力系统采用MTO-20V 8000型柴油引擎 最高航速25节以上 巨航距离为18520公里 能够承受住实际强风 并配有三组高压水炮 以及震海火箭弹 舰上配有专业的医疗设备 设置负压隔离病房 及医疗手术室 其医疗规格 可以说是野战医院等级 战时也可作为医疗救护船 对于台湾当局来讲 这种海上大型医疗船 十分有意义 因为它可以出远洋 执行人道主义救灾任务 在此前 海军署现役的军舰 还从未有过超过4000吨级别的 要知道 一些常见的轻型护卫舰 也不过只有1000多吨的排水量 5000吨的排水量 就同台军刚刚买来的佩里级护卫舰 差不多大下了 装备这种大型军舰 也有可能不是为了集思 禁毒和日常巡逻 而是用于军事用途 计划中还包括600吨中型舰 之前台军已经明确期望 600吨中型舰具备军事作战能力 提出装备著名的脱缰舰 脱缰舰是台军所谓的航母杀手 可以携带8枚导弹进行突袭 具有很强的隐形能力 海巡署要求脱缰舰只装备40毫米机关炮 但仍然预留下了安装导弹的空间 战时只需略加改造就可以参战 然而有意思的是 海巡署内部极力的反对脱缰舰 他们认为脱缰舰是地地道道的军舰 作用是攻击敌人的主力舰 完全不符合海巡署日常任务的要求 相比台军的不务时 海巡署比较务时 他们对于成为第二海军没什么兴趣 反而比较关注更换的新军舰 能否完成传统的任务 所以海巡署也就更喜欢4000吨级的巡防舰 除此之外 海巡署目前还有3000吨级的高雄舰 2000吨级的新北舰 台南舰 一般军舰在改造成海警船以后 都是拆除武器空间以增强自食力 从而满足各种各样的海上任务 但是对于军费有限 人员有限的台军来说 海巡署规划的大中型舰船 及其海员依然是珍贵的战争资产 不能浪费 海巡署不浪费大中型舰船船体 搞占品两用船 使用驼江舰等根本航行性能 十分差劲的船型凑数 也算是个无奈之举 这些海巡署舰船在武装上 仅仅有点防空或者近防炮 缺乏良好的雷达系统 也缺乏现代军舰的中央指挥控制系统 仅仅能作为大中型导弹舰存在 无法在现代战争中造成实质性危险 并且未来一旦台海发生战事 这些船只改造需要时间 很难在战事爆发前完成改装 海巡署4000吨级巡防舰的设计 参考了美国海岸防卫队 助力船旗级巡防舰 原始构型 虽大于美国海岸防卫队采用的 WARD-7-110设计 但整体舰载配备更偏向民用救助功能 并没有取代海军规划抄够中的 多功能人员运输舰功能 与欧洲各国强调模组化 多功能性巡防设计理念 显有不同 嘉义舰的服役 象征台湾在海上人道救援方面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更有助于争取国际社会的能见动物 日后将会在海巡署中发光发热 熠熠升辉 好了 关于海巡署4000吨级巡防舰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未经旧